网络已经成为大众市民生活 无法或缺的一部分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 网络罪案的日趋猖獗 香港警务处与数码港 网络漏洞检测初创公司 二度联手举办授网运动 进一步推动香港企业 非牟利团体以及公营机构等 建立网络安全保护 和对网络威胁的意识 香港警务处于2024年首期 共分析超过280万项网络威胁情况 其中针对香港的攻击 总共有18758条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27% 2024年头四个月 警方一共录得整体科技罪案数字 为10113宗 与去年同期相若轻微下跌8宗 损失金额大约18.6亿港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53.7% 其中也牵涉针对企业的网络攻击 包括系统入侵 勒索软件等 为了进一步推动本地企业 非牟利团体及公营机构等建立网络安全保护 和提升对网络威胁的意识 以及凝聚本地专才的力量和资源 警务处与数码港网络漏洞检测出创公司再度联手 举办第二届首网运动 建基于上一届运动的成功 我们今届的首网运动加入了新的元素 包括我们有个人资料 私人专员公署的参与 亦都我们今年也都会向一些 拥有良好网络安全意识的企业 颁发一些电子奖章 以及我们也都投放了更多的资源 令到更加多的企业可以有机会参与 以公司银合作模式 让经过严格审查的网络专才 于安全的平台上进行检测工作 很多企业他们用的系统可能旧 要去更新 其实我们的首网专才 首网精英就会帮企业去看看 他们的应用程式 他们的网页 他们的系统 而我们的平台是7x24 是不断运作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 我们是支持着 我们的首网精英 去7x24 去不断帮企业 去找出一些问题 为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 本届首网运动 为前100间企业提供了 价值1万港元的津贴 可供选择购买更加详细的报告 和专家建议 凤凰卫视季思青香港报道